發現報告出來了,死者前領裁 死亡時間是早上六點半至七點半 死因是喝了含有生癌的牛奶 同時驗出牛奶裡也有安眠藥 不過安眠藥的成分很少 所以死者是被生癌毒死的 那死者身上的花紅粉染料呢? 是一般食用的花紅粉,沒有毒的 那我來怎麼用? 通常我去染紅雞蛋 報告裡也說了 死者是被兩次花紅粉染過 兩次,即是說那個浴室的位置 就應該不是凶案的第一現場 為什麼兇手還要搞這麼多事 殺完前山之後 還要浸到人家好像一隻紅雞蛋一樣 因為人中生癌毒死會七孔流血 兇手這樣就很明顯想掩飾這一點 李閃娘了嗎? 這個世界有嚴死罐,怎麼騙人呢? 李閃娘 棒棒 依我說,整宗兇案的報告 完全不精緻 兇手極有可能一時衝動殺了前山 之後他自己也很亂 所以亂想方法,在這裡左掩右掩 如果這個浴室不是兇案的第一現場 那前山會在哪裡遇害? 還有哪裡會有這麼大的江水 可以浸得住他? 浴缸,我猜前山喝了毒奶之後 準備洗澡睡覺 所以主人房的浴室 應該是兇案第一現場 前太太說他當時是主人房裡 如果兇手搬屍去樓下 前太太不可能不知道 還有,根據前太的口供 說案發當晚所有工人都放假 整間屋子都是兩夫妻 所以唯一解釋,前太就是兇手 大太,幾位 行的 我先生的死你們查到什麼? 我們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線索 推測到前山被殺的過程 是什麼線索? 在這裡,這裡只是棄屍的地點 並不是兇案第一現場 是嗎? 前太太,你當然不要留意 在這裡有一條很明顯被物件拖痕過的痕跡 是嗎? 現在科學鑑證很先進的 這麼明顯的痕跡是不會驗不到的 所以這裡並不是第一空案現場 第一空案現場應該是樓上 鑑證鑑在浴缸上去水位那裡 看到有殘留的花紅汗 推斷應該是因為清洗得不夠 徹底而留下 所以前山應該是這裡首先遇害 然後再把屍子搬去按摩池 也就是說這裡才是兇案第一現場 移動屍體的目的很明顯 有人想故意誤導警符 前太太,當時你在主人房的吧? 是 前太太你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潛進來殺了你老公 而你是完全不知道是嗎? 是,我那晚吃了安眠藥後睡 這樣睡得很痠 然後我們的房道被人弄破了 不響我就不知道了 吃了安眠藥? 為何之前下班的時候你有沒有說過? 換位,前太太你故意把房道系統破壞 目的就是製造有第三者入侵的假象 沒有,我沒有 沒有你會這麼緊張 前太太看來你也是說真的 機票,護照 前太太如果你真的沒有殺人的話 為何他這麼急著要坐飛機? 我也希望我的推測是錯的 但是現在所有環境證供 都傾向證明殺死前生的兇手 就是前太太你 我沒有心殺他 我沒想過這樣他會死的 你沒想過?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我認識我那晚真的很生氣我老公 我生氣他對我說和人談生意 怎料去了滾 那傢伙和別的女人去酒店開房的照片 被八卦周刊拍下了 記者還把照片傳給我 我看到那些照片 我當時很生氣,我還很傷心 我告訴自己,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就算了 但他回來了,我始終忍不住撿問他 廢話你 我忍夠你了 外面的人說你怎麼滾女人 我還維護你說不是 那些八卦雜誌是亂寫的 現在那個記者拍了你的照片 傳來給我,說你和他開房 明天全香港的報紙都說我老公出去滾 你有沒有理我感受的 你看過的時候就預料了 哪個男人不出去滾 說當你老婆刺身一片那些男人 不是因為他們忠心,他們沒本事 你撿到了,我玩完還會回你家 我怎麼對你不住,你怎麼這麼對我… 是誰的 當初你嫁我,都是貪我的錢 現在我有錢給你花的,搞那麼多 十幾年來,我一心一意地對他 但他竟然一點都不珍惜 還要威脅我,說要離婚 我越想越生氣,我真的不想失去老公 我很想他留在我身邊 於是,我就想了一個很傻的方法 我在他鮮奶裡,落了安眠藥 到他浸浴缸的時候 安眠藥的藥力終於發作 我就趁這個時候 倒了一些花紅粉在浴缸裡面 打算驗到他全身紅薄薄 短時間內,都不能再去滾 接著,我就在房裡睡著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醒了 我看到我老公還沒出來 於是,我就走到去浴室看看他 誰知道我看見他,整個頭浸在水裡 當時我很害怕,我馬上拉他上來 但我發現他已經無助呼吸了 我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我錯手殺了我老公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誤殺了我自己老公 於是,我稍微冷靜之後 就用尖包著他,把儀私刀落在波池裡 然後再裝防毒系統弄壞 製造外面有人進來 把我老公浸死的假象 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 如果你當我還是朋友 你就把事情坦坦白白告訴我 我可以替律情書求情 連你都不相信我 連你一個都是我殺了我老公 剛才在上面說話,很荒謬 就是因為這十幾年婚姻的悲哀 才有這麼荒謬的事情發生 我不明白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你一直都知道我是一個想結婚的女人 當初我選擇離開你和永藏在一起 希望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歡受婚姻的觸摸 他當時答應我 說跟他的前妻離婚,然後娶我 我真是被他感動到,那我就嫁給他 那次你一定以為我在狡辯 我明明是喜歡那個男人的錢 沒有,我沒這麼想過 你這麼想一點也不奇怪 連我自己也不否認了一點 等我嫁給他之後 我立刻深意做一個好老婆 但可惜 我現在都感動不到他 他依然是這麼風流 依然外面也有這麼多女人 他 我一直都在那裡忍,直到你朋友 寫了一些照片給我 我這次就真真切切要面對我的問題 對不起,我的朋友是做得過分的 我沒想殺他 我一定要的,我真是放心的 你有沒有做過其他事 你別騙我 我以前打算嫁多一個有錢的老公 我就很幸福、很開心 但如果你現在罰我 我寧願甚麼都不要 我只是想要回我老公 我真的…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甚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 謝謝大家